为何一部赛博朋克风拉满的科幻剧制 哪怕有着盛世美颜的寡姐在其中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也哪怕有着日本殿堂籍导演北野武的加盟 却依旧无法满足援助党挑剔的眼光 只因其援助动画不仅是黑客帝国之母 更是被无数影迷誉为20年来最有深度的科幻电影 在未来世界 人与机器人的界限正在逐渐淡化 人类可以用人造器官来对自身进行强化 而板滑机械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器官公司 他们在政府的资助下试图将人脑移植到机械外壳当中 以此来打造出最强的军事特工 这天茫然的米拉在手术台上睁开了双眼 她是板滑机械第一个成功的实验体 她的创造者奥特博士告诉她 她原本的身体在一次恐怖袭击中彻底坏死 唯有大脑完好无损 也因此他们才找到了她 将她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生化人 而为了彻底的释放她的潜能 板滑机械的总裁又将她安排到了 专门打击恐怖犯罪的公安九客 就这样 仅仅一年的时间 米拉就成为了九客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特工 这天 九客根据情报察觉到了一起电子犯罪 赶到现场的米拉连接上大楼内部的安全网络后 果然看到六名杀手闯入了酒店的宴会厅 眼看着情况紧急 来不及等待队友支援的她 二话没说立马脱掉了外套 直接从楼顶一跃而下 同时 她的身体也在空中逐渐隐行 窗外的她先用几发子弹解决掉了部分杀手 等到破窗而入后 米拉继续扣动着扳机 当最后一名杀手也应声倒地时 米拉却突然看到了一只怪异的一级机器人 她连开竖枪将其击落 并开始审问她究竟是谁派来的 可机器人却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有被冒犯到的米拉果断地开枪将其击毙 但她也将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回到总部后 他们调查到遇害的男人正是板滑机械的一名高层 而被米拉枪杀的一级机器人也被特意改造 专门用来获取大脑内的信息 这时 九克的老大荒卷又告诉众人 在这次袭击后 又有三名板滑机械的科学家接连遇害了 而且三人的大脑也有被入侵的痕迹 更嚣张的是 凶手在每一起现场都留下了口信 她自称九世 与板滑机械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于是 老大荒卷立马给众人布置了任务 米拉跟着队友巴特前往板滑机械寻找线索 可行驶到半路 米拉却突然看到窗外莫名闪过奇怪的幻想 这让她感到十分疑惑 等来到板滑机械后 她将身上的异常告知了奥特博士 但博士对她进行了全身检查后 却表示她的身体并没有任何异常 随后 她和巴特又来到了另外一间实验室 他们准备了解一级机器人的调查情况 但女科学家却告诉他们 因为机器人的机身受损严重 短时间内查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除非是用意识潜入机器人的大脑 但这种方式却风险极大 因为谁都不清楚机器人的大脑内 是否存在病毒程序 可为了尽快调查出真相 米拉还是决定冒险一事 随着她的意识连接到机器人的大脑 米拉也看到了机器人残余的记忆碎片 沿着碎片不断深入 她终于见到了九世 但还没等她靠近 九世就对她发起了反向入侵 眼看着病毒程序不断地将她淹没 现实当中的队友巴特及时地察觉到了异常 她果断地命令科学家切断链接 赶在米拉被彻底淹没之前成功地将其唤醒 根据记忆碎片中的场景 米拉来到了一间地下酒吧 但或许是她找人的意图太过明显 酒保拦住了她并将其带到了老板身前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她就被直接靠在了钢管上 就连她和队友的意识通讯也被阻断 见色奇异的酒吧老板刚想黑黑黑时 赶来支援的巴特也被老板的小弟发现 他们刚想将她带走 包厢内的米拉终于认真起来了 只见她一个回旋梯放倒了两个手下后 又一掌将老板打出包厢 听到动静的巴特也毫不犹豫发起了反击 很快 两人就解决掉了所有小弟 而当米拉走进酒吧内的地下室时 她的眼前又出现了大火燃烧的幻想 等到幻想消失后 一道人影从镜头浮现 米拉见状果断地开枪射击 可下一秒她发现这依旧还是幻想 队友巴特也来到了身后 可就在这时 米拉却突然听到四周有动静传来 等她定睛一看时 却发现整个地下室已经布满了炸来 不久后 米拉在实验室睁开了双眼 由于她的身体是纯机械构造 很快就被奥特博士修复好了 但巴特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爆炸让她失去了双眼 被迫无奈替换成阴眼的她 了解到自己竟还能透视后 脸上又重新挂满了成年人的微笑 时间一晃来到了第二天 两人正准备继续调查时 却突然得知又一名板滑机械的科学家遇害身亡了 赶到案发现场后 眼尖的米拉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科学家手中紧握的硬盘 硬盘内显示的是一份板滑机械的机密项目 而所有的受害者都在该项目人员名单当中 她继续查看 惊讶地发现创造她的奥特博士也在名单之内 可现在博士却也已经联系不上了 因为就在刚刚 博士和助手刚离开公司 就被一辆突然出现的垃圾车撞翻 还好在杀手将她解决掉之前 米拉带着队友及时赶到 绕到身后的巴特解决掉了其中一人 另外一人眼看情况不妙 开启光学隐身后转头就逃 她翻过围墙 逃到了城市的外围 可她不知道的是 隐身状态的米拉早已等待她多时了 解除隐身状态后 米拉对着她就是一顿胖揍 眼看米拉情绪失控 赶来的巴特一把将她拉住 并带着男人回到了总部 可在审讯时 众人才发现男人只是被九世操控 对所有事情都一无所知 可突然男人的脸色一变 米拉意识到一定是九世再次控制了她的意识 她立马走进审讯室 通过和九世对话来拖延时间 以便让队友通过入侵信号找到九世的踪迹 但当众人来到追踪到的地址时 米拉却看到了让她毛骨悚然的一幕 九世竟活生生地用无数活人的大脑创造了一个意识网络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始终找不到她的原因 米拉继续朝着内部深入 可突然她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幻想 还没缓过神的她 身后就出现了几名黑影拿着电机棍将她击倒在地 等她再次恢复意识后 露出真面目的九世就出现在了面前 她告诉米拉其实他们是一类人 原来她也是板滑机械制造出的生化人 而米拉也并不是他们所说的第一个实验体 米拉的成功是得益于她的失败 她曾亲眼看着自己被治解 又看着自己像垃圾一样被随意丢弃 所以现在的她决定向板滑机械复仇 但看着米拉并不认可她的想法后 她也没有选择伤害她 而是将她重新放了下来 可下一秒米拉却朝她扣动了扳机 这时 她突然发现九世身上的纹身 竟是她幻想里出现的场景 她追问九世这到底是什么 但九世却同样记忆模糊 只是告诫她让她不要再注射板滑机械 给她提供的保养剂 因为那实际上是用来压制记忆的 话音刚落 赶来支援的巴特就闯了进来 九世健壮转身就逃 而无法接受这一切的米拉也独自转身离开了 随后 她立马就找到创造她的奥特博士质问 眼看着无法继续隐瞒 博士只能将真相告诉了她 原来在她之前 他们已经失败过九十八次了 这也意味着九十八条先活的无辜生命被残害 与此同时 就连米拉父母被恐怖分子残害的记忆也是虚假的 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策动她打击犯罪 了解到残酷真相的米拉崩溃了 米拉想过彻底地消失在所有人眼前 可她并不甘心 因为她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可就在她准备重新回去时 真正的幕后黑手 板滑机械的总裁也通过博士得知了一切 他立马派遣手下抓住了米拉 将她带回公司后 总裁命令博士将其彻底销毁 但作为米拉的创造者 博士早已将米拉当成自己的孩子 所以她偷偷地替换了清除药剂 放走她的同时将一片钥匙交给了她 告诉她这里有她真正的过去 可就在米拉逃出公司后 博士却被恼羞成怒的总裁设杀 接着总裁又找到九克的老大荒卷 将博士的死价获到米拉身上 但荒卷却选择无条件地相信米拉 而在另一边 米拉按照钥匙上的地址来到了一户人家 独居的夫人热情地招待了她 通过交谈 米拉得知了她原本有一个名叫素子的女儿 她告诉米拉 她的女儿一直和朋友居住在无秩序区 但一年前政府却突然告知她素子去世了 还送来了她的骨灰 可她却执拗地认为女儿依旧还活着 同时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米拉就让她不自觉地回想起女儿来 她颤抖地询问米拉究竟是谁 可米拉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只能不知所措地转身离开 在冷静过后 她先是将所有真相告知了老大荒卷 并让她将自己重新连上网络 以此让九世能够找到她 可此时的他们并不清楚 板滑机械的总裁也在时时监听着两人的对话 所以当荒卷刚坐上车 一群杀手就对她展开了围攻 其中一人刚准备上前查看尸体时 车门突然打开 饱刀未老的荒卷早已预料到这一切了 她三下午除二地就将杀手全部反杀 另一边的米拉也来到了吴志旭去 看着出现在幻象里的场景 她终于回忆起了一切 原来她确实就是素子 历史后的她和九世就像家人一样 与所有离家出走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直到从天而降的板滑机械派人将他们全部抓走 本来的九世听到这里也恢复了记忆 她邀请米拉和她一起携手复仇 可下一秒 原来板滑机械的总裁也追踪到了米拉的位置 她远程操纵着诸式坦克 直接对着两人进行火力覆盖 米拉拿出车上的武器试图进行还击 但面对着这庞大的战争机器 她也只能被逼得四处逃窜了 可下一秒她还是被坦克锁定 两发导弹直接将她连同天桥轰的粉碎 意识到已经彻底解决掉米拉后 总裁又将枪口转向了九世 眼看着抓住九世的机械手臂逐渐收紧 隐身状态的米拉突然冲上了坦克 她用尽全力拉住了坦克的控制系统 残破不堪的九世艰难地爬到了米拉身旁 她再一次邀请米拉将意识上传到她的网络当中 但米拉拒绝了 因为她依旧放不下这残酷的现实事件 随后 九世的瞳孔逐渐涣散 这意味着她的意识彻底进入了网络世界 可总裁还是没有打算放过两人 她派遣狙击手一枪射穿了九世的头颅 在准备继续瞄准米拉时 老大荒卷派来的队友及时赶到 抢先一步将手下所在的武装直升机机毁 赶来的巴特也将米拉救走 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得到上级授权的荒卷找到了总裁 在指控宣判完她的罪证后亲手将其击毙 故事的最后 米拉拥抱了自己的母亲 找回自我的她是母亲眼里的素子 但同时也是那个继续守护正义的米拉